上回说质量被掐尖入狱了 老安人撞死在大堂 质量的这口龙林宝刀 也归了三官了 引化难有什么办法呀 可这位马毕承受不了了 强压怒火不敢着急 买好了棺材成练老夫人 抬到家中大办白事 就把老夫人跟老总兵合葬了 马毕承就进了城了 联合本地的身上联名保着质量 可是时辰大海一连几个月 咬无音信的 马毕承就跟疯了似的 在宜州府城里头 都骂这三官呢 谁劝也不行了就是骂 这天马毕承正在大街上骂了 旁边走过一个人来 这个人风流倜傥 十分英俊 穿着一身蓝 雷下配着一口刀 走到了马毕承身旁 老哥哥 请问您在骂谁呢 我骂的就是三官呐 就是现任的知谱 金之美 那您为什么骂他呀 这位小兄弟啊 马毕承就把这件事一字不落的全说了 这个年轻人 拉着马毕承进了饭馆 找了个包尖 要了酒 要了菜 您喝着 我劝劝您 哎呦 兄弟呀 谢谢你 我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去 马兄啊 您是个读书人 您骂他也不行啊 质量的事自有人管 我劝您吃完饭立刻回家 足不出户 三天以内必见分晓 嗯 马毕承听着话里有话呀 两只眼睛睁得挺大 请问您贵姓啊 马兄 我是质量生死之交 陕西洪山口连台童子白英才 哎呦 我知道我知道 是您把龙林宝刀给的质量吧 是啊 马兄 您听我良言相劝 三天之内必见分晓 您回家吧 马毕承明白了 有替质量报仇的 他来了 就是这白英才 马毕承高高兴兴回到家中 跟妻子一说 连觉都睡不着了 白英才是到兴隆坡呢 来看质量的 没想到刚到宜州府 就听见乡亲们议论质量这件事啊 白英才就赶紧跑到质量的家外 跟街坡邻居打听 确实是被赃官害了 就找了一个客店住下了 在店中一打听 也知道老夫人死在大堂之上了 宝刀 就归了赃官了 哥哥质量在肩中压着 就是因为我这口刀啊 给哥哥招累横货呀 所以白英才到了晚上 穿好了夜行衣 探好了道 就到间中去看 看准了质量住在哪间牢房里 没让质量知道 又回到店了 第二天 这白英才踩好了道 就直接奔了衙门内宅了 把里边的道路都探听清楚 又到花厅这儿看 府衙之内可以说轻车熟漏了 才到街上来找这马毕臣 暗中把话译人递过去了 等马毕臣走了 白英才回到店里 躺下养精蓄锐 等吃完晚饭之后 打坐养神 浩刀二股 浑身上下收拾锦尘利落 换好了夜行衣 有点厚窗户出来 蹭了一下 飞身上房了 直接就奔了牢狱了 看了看南间之中 哥哥质量仍然在里头 这样他离开南间 就直接奔了知府衙门内宅 就到了花厅了 有打这后窗户望里看 这金玉啊正美着呢 跨着这口宝刀 龙林刀 在这花厅里来回的踹步 牙着脑袋 撇着嘴 这秋二虎 山龙山虎 三个人在旁边围着他 嘿公子爷 您可沉心了 龙林宝刀在手 往您身上一配 您就是侠客爷 侠客爷怎么样啊 侠客爷 带口到我的侠客爷了 那是 这哥仨一切都跪下了 我等拜见金大侠客 想他便利便利吧 啊 公子爷 您瞧我们给您出的主意怎么样啊 您瞧这派头 嘿 真想大侠客 金玉笑了 嘿 你们就糊弄我吧 这口宝刀我也不会使 我就是侠客爷了 您瞧 他别的刀啊 他扎不死人 你那刀刷子毕滑了 十个脑袋都得掉 嗯 质量也入了狱了 我也成了侠客了 啊 你们呐 公子爷 说多说少 你得赏赏吧 嗯 赏 明儿再说啊 今天就先把我送到内宅去 哎呦 您都是侠客了 您还让我送您吗 啊 甭送甭送 我有这口宝刀 本侠客宝刀在身 这金玉呢 就出了花厅 往内宅走 扇龙一头舌头 我说求他 各位 您可真有两下呢 怎么样 这叫冤傻子 后边这白鹰 才可全听清楚了 他往旁边一扇 瞧着金玉往内宅走 他估计尺寸 蹭蹭蹭 就跟上了 白鹰才就照着这金玉 后腰给了一脚 蹭 踏下来 还没嚷出来呢 手起刀了 这个金玉 头失两分 白鹰才就把这死尸 拉到花窗里 把这口宝刀摘下来了 把自己的刀带好了 拉出宝刀 回到花厅 蹭就进去了 刷一刀立闪 宝刀一落 这秋二虎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啊 山龙上虎一瞧 拉着刀交对抗啊 那哪行啊 这白鹰才金刚亮被刷 山龙是头失两分 这山虎一瞧 就这么着我 哥哥脑袋都没了 举着刀往下就砍 白鹰才宝刀一撂 苍浪 啊 啊的一声 烫浪浪 这山虎的刀就掉地下了 白鹰才来个猛虎出动 这山虎也死了 白鹰才 撕了山虎一块一斤 低头沾了蛋血 在粉壁墙上就写 杀人者质量失业 然后把灯吹灭了 有打后窗户出去 直接奔了内来 到了上坊的后窗户 一听 这金志美跟他的媳妇 母老虎正聊天呢 这回儿子衬心了 你这么做就对了 白鹰才信说 我让你们瞧这什么叫对 撑下飞神进来 啊 这知府用手一支 你是什么人 甭问我是什么人 你是残害无辜的 张官 这金志美脑袋就掉了 这王氏吓得怕得有磕头 好好严肃命啊 龙林宝刀扎进去了 前边都到了刀盘了 这后边刀劲都没出来 您看这母老虎多胖 白鹰才把灯光熄灭出来了 来到大牢 把质量的锁头砍断了 哥哥 小弟前来叫您 啊 你是鹰才 哥哥 您跟我出来 拉着质量出来 哥俩飞身上房 到了城墙上 白鹰才跪倒在地 双手一举龙林宝刀 哥哥呀 你远走高飞吧 都怪小弟 我给了您这口龙林宝刀 给您惹了杀身之祸呀 哎呀 鹰才兄弟呀 你何必如此呢 白鹰才把经过就说了 质量一听六条人命啊 兄弟 六条人命啊 哥哥 我知道 杀了张冠满门 我写下您的名字 杀人者质量师爷 您赶紧远处逃避 依然给伯母报了仇了 您快走吧 兄弟啊 质量眼泪流出来了 大恩不言谢 告辞 哥俩是撒了而别 白鹰才第二天回归陕西 咱们放下暂且不表 单说质量 连夜来到兴隆坡 马必尘的家 从房上下来到哥哥书房外头 轻轻叫了一声 哥哥 马必尘没睡 不但他没睡 他的妻子也没睡 就在书房这儿等着呢 就知道质量肯定能回来 赶紧把门开开来 兄弟你进来 质量是泪如涌泉跪下磕头 兄弟也起来吧 你逃离之故是苍天有眼呢 伯母已然安葬足营了 你是不是被白鹰才所救啊 哥哥 鹰才杀官成立 杀了张官一家六条人命啊 好 出了玉兄 兄中这口恶气 哥哥 他留下小弟的名字 在府衙的墙上啊 什么 六条人命 把你的名字留下了 好啊 好 只要报了仇就行 兄弟你快走 走晚了就坏了 你放心 伯父母坟前 有玉兄嫂记 我回来就为此事 兄嫂请上手 小弟一拜 跪地就磕头啊 你等等再走 马毕臣早就准备好了 三百两文银 优打贵重取出来 兄弟全坐路费 你快走 马大奶奶 拖着一尺衣裳 兄弟你快换上吧 马大奶奶赶紧退出去了 质量换好了衣服 给兄嫂 伸识一礼 然后扭伸就出来了 马毕臣夫妇 有打屋中出来 抬头瞧 就瞧着质量 穿上房去 踪影不见了 从此太平侠质量 海阔游鱼月 天高任鸟飞 质量来到河南 在考成县 拜访了一位前辈 住了半个月 就为了躲避灾难 那么宜州府衙呢 第二天发现死人了 赶紧报告大奔头 尹华南 尹华南呢 就请师爷写公事 成交巡抚衙们 巡抚衙们派人来了 把案子这么一查 然后出了海埔公文 捉拿质量 把善后的事情 办理好了 另委派支付 咱们输就不表了 单说太平侠 一路到了四川 这天天依然晚了 就住在朴家镇 东口路南的朴家老店 伙计伺候着 洗脸漱口 质量要了酒 要了菜 伙计给端上来了 质量拿起酒壶来 倒了一杯 质量可看出来了 这酒里可有萌含药啊 质量不露声色 伙计啊 把你们的掌柜的请来 哎 您候着 时间不大 掌柜的来了 这位掌柜的高大的身材 六十多岁 身体十分的健壮 朋友 我是本地的掌柜 您有事吗 何子 嗨嗨的 居咪子是怎么回事 哎呦 掌柜的一听啊 人家是江湖武林中人人懂 何子 咱们都是干这个的 嗨嗨的 居咪子 就是您这里头 萌含药可够多的 嗨嗨的吧 掌柜的笑了 是喝字并肩字 在下失礼失礼 掌柜的马上让伙计换酒 要添了一份悲快 掌柜的就陪着质量坐着喝上了 兄弟 请问您贵姓高明 在下兴致明亮 敢问老兄贵姓 老夫姓朴明临自八海 人称大枪阵西洋 哎呦 久仰久仰 志贤弟啊 你是人间的侠客 我也早闻大明 咱们来到四川 莫非有事吗 志亮探了一口气 一言难尽呢 就把自己的事 跟这位朴掌柜全说了 朴林一听 郑和事给我姑爷送去啊 兄弟啊 此处有一座剑山蓬莱岛 我的姑爷姓潭明天自桂林 被英王请去当元帅 兄弟 你杀了官家六条人命 四海南戎 不如去山中吧 如果你要乐意 明天我就把你带进山去 志亮一想 也就只好到山中避难吧 好吧 志亮就答应 这个时候 剑山蓬莱岛 青龙杂 白虎杂 两个杂已然修好了 八位寨主呢 也都请齐了 朴林第二天 带着志亮进了山了 面见英王傅昌 傅宝臣 傅昌 正跟军事元帅商定事情了 谭帅一看 老岳父来了 把太平侠志亮请来了 就跟英王一说 英王非常的高兴 现在山中正在设立太平大寨 这样呢 就请志亮当了太平寨的寨主 山中修建鱼谷寺 修建仁古寺 十三贤 九寿贺天庭 这些萧小埋伏都是谭天的岳父修的 那么这些萧小埋伏全都归太平大寨馆 太平侠志亮在建山蓬莱岛一晃就二十多年了 志亮收了不少的徒弟 都在太平大寨当少寨中 今天志亮 巧遇正骨侠 董千 董花一 那老爷子 威震无临 志亮赶紧请董老建可爷 上座 然后恭恭敬敬 跪到十里 老建可爷用手相掺 志亮起来 啰嗦之后 把自己的经过 全对建可爷说了 老建可爷 您只身一人到建山蓬莱岛 盖什么来了 听我告诉你 老爷子实话实说 我说志亮哥 我要会会天王殿的军师 跟大帅看看这些能人 老爷子 凭您的本事 惠山里的高人 是绰绰有余 可是这建山蓬莱岛的高人 您也不能等先是之 再说了 您一个人 他们多少人 我就问问老爷子 您有没有什么 称手的军人 不瞒你说 志亮 我这十三截边 给了我徒弟毁宾了 现在身无常物 就这一对判官笔 老建可爷 就凭您这对判官笔可不成 怎么办 志亮说的 这伸手就把宝刀摘下来了 双手一捧 捧到董前面前 老前辈啊 这口倒是龙林宝刀 在弟子身上没有用处 给了您 如虎添翼 哎呦 宝刀宝军人 加之连城 你也需要 我天机长辈 我可不能接受 剑可爷 宝刀宝剑 有德者居之 无德者失之 弟子命宝啊 补衬佩戴此宝 得了龙林宝刀之后 害得我身肉淋雨 母亲死在 宝州府大堂堂口 老建可爷 您得龙望重 熊市武林 您堪配此宝 弟子新出之城 往前辈销纳 就把这宝刀高高举起来 跪在老建可爷面前 不成 我不能要你的宝军人 哎呀 老建可爷啊 说着话 质量站起来了 一转身 来到神灵面前 就跪倒在桌前了 双手举着宝刀 过往神灵在上 弟子质量 将宝刀赠予 董老建客 行道江湖 主持正义 倘若网伤人命 醉在弟子身上 说完了一转身 恭恭敬敬 双手举在老建可爷面前 董谦没办法了 结果龙林宝道 也跪下了 跪在神灵面前 老建可爷说话了 过往神奇在上 太平侠质量 将此刀相赠于我 我当真实 若网伤一人 天逼艳之 质量站起来 把老建可爷也 掺起来了 老人家 山中的人 差不多都认识这口刀 我给您一块蓝布 您把刀瓣裹上 遮人眼目吧 质量到里屋 拿了一块蓝布 交给老建可爷 老建可爷就裹在 刀瓣上系好了 董老建可爷有这口宝刀 那真是如虎添翼啊 老爷子 我问问您 我怎么把您送往天王殿呢 哎质量啊 把我捆上 叫兵丁把我送到天王殿吧 质量一想对啊 人家董老建可爷到我这 不也是捆着来的吗 我真是气人忧天哪 质量也乐了 把老爷子捆好了 出去 把这崔头给我叫进来 少寨主出去了 崔头 大寨主请您 崔头赶紧进来了 大寨主 你有什么吩咐 崔头啊 把老人家送交天王殿 啊 不可走时 堂有批牛 老夫可不答应 是 崔头答应一声 还叫这没心没肺哥俩 用这大猪肝一抬 前边有人讨着灯了 四十个人出离太平大寨 抬着老爷子 本田王殿 这没心抬着抬着 嗯 真不错呀 高兴了 嘿 哥们快走 这老头发灵不沉 轻飘飘的真好抬 送到天王殿 咱这交差了 这崔头上去 啪就给他一嘴巴 你干嘛打我 打的就是你 让你明白明白 老董千 大瞻见山 蓬莱岛 下回再说 等我们下回坐 輾手 出后 然后 到 一 风 快乐 Wis 天王殿 您 开 两